最近紫砂圈又有点热闹了 听说270万的紫砂壶被拍卖了 有几个狐游问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那我能怎么看 我还不是跟大家一样 睁大眼睛看一下 凑个热闹 好好一笑 凭此而已呗 我个人觉得这种东西的出现 对紫砂行业的健康成长 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紫砂壶 它一定是普通老百姓 日常能够使用的一个差距 如果你脱离了这个范畴 那它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对吧 你们觉得270万的紫砂壶 是普通老百姓 日常使用的一个差距吗 对不对 270万这个数字 背后又包含了多少内涵故事 你猜一猜 我能联想到的就是 因为现在整个紫砂行业不大景气 对吧 可能需要这种标杆人物的出现 让整个行业水涨船高 然后进行下一波的割韭菜行为 除了这一点 我可能想不到别人了 按照我的预计呢 这样的紫砂壶 应该今后还会陆续的出现几个 就像很多年前 顾金舟 顾老 突然之间它的壶就大量的拍卖 非常的高 也许这个人是下一个顾金舟 也说不定 这把壶一看材料就有问题 那在我看来呢 因为不止 如果我把要求降低一点 可能会因为它的做工 我给它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定价 就当买一个艺术白件回家 说到这里呢 肯定有朋友会不服 说我啥也不懂 其实我是太了解紫砂了 特别是材料 那网上呢 也会有很多争论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网上争论呢 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有机会呢 我们可以举行一些活动 我们线下去做一些交流跟PK 我在想举办怎样的活动 能够让一些杠筋 哑口无言吧